为他高瞻远瞩 吴博士会有新颖的意见和观点 吴博士有使命感 他认为必须做的一定会去做 他或许不是梦想家 但许多人认为吴卿锐博士胸怀远见 确确就是他的隐形的手帮助建立起新加坡 他在1984年离开政坛 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先生这么写道 因为你为现代化的新加坡垫下基石 整代的新加坡人把现有的生活水平 当成理所当然 好些年前 总理告诉我 吴卿锐博士 会在这一届任满后退休 总理叫我尝试说服他留任 我没有这样做 因为我想吴博士为新加坡所做的 已经够多了 吴博士不只是新加坡经济与社会的设计师 他也在新加坡的政治命运里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他的贡献有多大 即使在新加坡独立三十年后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还不知道 吴卿锐在1918年10月6号 诞生于马六甲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他在两岁来到新加坡 先在英华学校念书 过后到来福市书院念经济学 当他在来福市书院教书时 他第一次结识了李光耀 在二次大战前 他是一名公务员 经验是一所残酷的学校 吴卿锐在1977年写下这些字 对他来说 殖民统治下的日子更是煎熬 当时这名才智过人的公务员 进行了一项新加坡社会调查 这个经历 使他对殖民地统治者的无能 深感不满 人民的生活贫困交加 八成的家庭居住在 一房或更糟的环境 即使在四十年后的一次访谈中 吴卿锐博士还是对此耿耿于怀 英国人没有权利统治新加坡 他们无能 他们无能 统治你的人 什么都不懂 战后 他取得奖学金到伦敦经济学院念书 他去了一趟匈牙利 出席了世界民主青年协会的一个会议 这趟旅程使他的政治意识觉醒 留学英国期间 他和一群来自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学生领袖 开创了倾向独立主义的马来亚论坛 其中包括了李光耀和杜静财 他们进而在1954年创立人民行动党 1956年他获得伦敦大学的博士荣贤 之后他加入民事服务 但为时不久 1959年他辞去公职参加立法议会选举 他说参选的动机就是为了要赶走英国人 他的人生开始了新的篇章 比较多三十年后 一群的学生参加立法训练 看了新加坡和参选 他们认为他们有一个旋律 改变一系统 然后他们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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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但是历史证明这不是弩莽的行为 那年人员行动党在新加坡的第一届选举中获胜 新加坡自治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不过这等于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国家 政府迫切需要为人民提供工作和住房 劳工的纷争十分普遍 此外这也是和共产党人长达十年斗争的开始 包括争取容易受共产思想影响的失业工人的支持 我很幸运 能够有吴庆瑞博士这么好 这么能干的同事 所以我委任他担任财政部长 因为那是最重要的职位 如果我们不把财政搞好 其他什么都办不到 我认为我认为任何人员的 新加坡首任内阁里唯一的经济学家 吴博士的策略是把制造业建立起来 以吸引跨国企业前来投资 快速提供就业机会 我认为他高瞻远瞩 他欢迎外国投资 当时人们都有种惧怕的感觉 很多国家害怕跨国企业 认为他们是剥削者 是帝国主义的前线机构 不过吴博士却很肯定跨国企业 整体上是利益多于弊 他们可以为新加坡提供广大的市场 1961年吴博士成立了经济发展局 唯一的目标就是吸引跨国公司到来投资 育狼是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一万五千一亩的沼泽地 将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园 当时的情形充满了未知数 吴博士自己就公开地承认 开展育狼计划是基于信念的行动 他跟开玩笑地说 这可能证明自己的愚蠢 他自己说的 他是这样认为 事实上 的确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 育狼是个沼泽地 你得在那里建立工厂 找工人到那里居住 说服人们到育狼去 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挑战 他确实勇往直前 当时没有人要搬到这个新的边镇 吴博士下令 在通往育狼的大陆 装置通行闸门 他要传达的信息是 工人住在育狼 比每天坐巴士上班便宜 人们开始搬进来 育狼也开始繁荣起来 到了1968年 已经有超过150家工厂 在育狼操作 而通行闸门始终没有实行 吴博士铁一般的手法胜利了 但是他对本身的要求 也同样严格 虽然他向来不喜欢宣传 不过却积极到工厂去主持开幕和参观 发表了一个又一个的演讲 他亲力亲为的作风 赢得投资者的支持 跨国公司和工人都来了 但是很快的另一个障碍出现了 由于新加坡市场有限 吴博士计划和马来亚成立一个共同市场 达了17年